性格 有什麼性格? 性格會是什麼? 人會有什麼性格? 性格很有忍耐那種 可能有些人會很忍耐 有些人很進擊 有些人很攻擊性 有些人可能很深思熟慮才去答問題 有些人會是分析型的 這些就是他的性格 或者有些人會是比較和平主義者 會是調停的 這些就是在面試裡面 面試的HR或者管理層可以看到的事情 也會看到你們的思考方法 是會怎樣的? 開始不需要說這麼深 我們越來越不明白 你不明白哪個位置? 我們一頭沒水 哪裡一頭沒水? 你說的HR 我不會明白 我們好像是一個國內人的身份 但是你們需要知道 究竟HR是怎樣想的 第一個 我不是告訴你嗎? 知己知彼百戰百 那如果你們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面試觀念想的時候 那你就大件事了 所以你們都要慢慢去學習 好了 剛剛已經說了 適當的表情 小心靈靈 不要重複別人說的話 好了 你除了要知道 你自己的組員是怎樣的 你也要去了解一下 面試觀怎樣去想 面試觀會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看你們的想法 你們有沒有這些分析能力 你們會是怎樣去表達的 你們怎樣跟人溝通的 或者你們怎樣去做外人處事的 你們對人的態度好不好呢? 或者你動的人 還是很被動 各樣東西都不會出聲 那這些其實都會影響 在你面試的時候 那個表現 也都去 人家會去推斷 將來你工作的能力 所以 你都要嘗試在人家的角度 在面試觀的角度了解一下 好了 接下來 有一個活動要給大家的 那我們今天就應該分了十五個人 剛剛有十幾個呢? 讓我看看 十三個 還有哪個? 有哪個名字沒有在這裡? 剛才 曉南沒有回來 然後這裡 有沒有人的名字沒有? 應該齊了 是吧? 好 那麼 請你們看自己是哪一個群組 對了 那群組就是阿喬 以南文達和佩儀 群組二就是韋豪 家喬 寧輝和梓燕 OK 然後呢 善兒 東平祖恩 和Ivan 就是第三組 好 那麼 由於 家喬因為宿舍要早吃飯 他十二點要吃飯 所以我就建議 就不如由第二組開始先 好嗎? 嗯 然後呢 第一組和第三組呢 就你們自己決定 好嗎? 那 你們可以自己決定 一會兒 一會兒 我會有三條的題目給大家 是不是中文的? 那 中文就是我會說一次的 是的 我會說一次的 那麼我們呢 一會兒 一會兒 是的 我有三條 好了 有三條題目 那一會兒我會呢 那我先停了 又玩又玩 嗯 不是玩遊戲 可能你說那些溝通技巧 我也算明白的 有時候說一些東西 有時候複雜 或者難明白 那些我又不明白 那如果你全部明白 就不用回家了 所以 當然要知道一下 是的 好了 等一會兒 待會兒會談什麼呢? 好 我現在開始說了 一會兒我會有三條題目給大家的 那剛才呢 Group 1 Group 1 阿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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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2 你們自己看吧 Group 3 我知道自己是Group幾嗎? 以南你第幾Group? 第1 正確 啊 紫然呢 紫然你是Group幾呀? 第2Group 正確 好 咦?原來忘了陳俊惠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陳俊惠 好 現在先交回去 陳俊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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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這組 他也可以在這組的 陳俊惠 陳俊惠 好 陳俊惠 為什麼你剛才不告訴我 沒有你的名字呢? 嗯? 好 陳俊惠你們第三組 那你們自己看回自己的組 那現在呢 陳俊惠 陳俊惠 你懂嗎? 陳俊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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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陳俊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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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自己的组,然后我想你们去抽一条的题目 抽题目呢,我就,你们派一个代表 第1组先,第1组 你是哪一组啊? 第2组,2号 第2组选2号,对吗? OK,那你们应该是回答第1条的 好,第1组和第3组,你们选一位代表来抽 我第3组 祝恩第3组,请说第3组 我选3 3号 OK,OK,那就是说 第1组呢,就是 1号,即是吧? 第一组是2号 第2组是1号 第3组是3号题目 好,OK 好,我们了 OK,Let's go 好,一会儿我会有点点时间呢 会给大家自己去准备了先的 现在看不看得到那个power point吗? 看到,对了 3条题目 第1条,你是不是赞成上班穿制服呢? 好了,那这条题目呢就是第2组作答的 是的,第2组的朋友作答 OK 你们又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对错的 记住,第2条题目,第1组,第2组是答第2,第2条题目是第1组作答 是的,好 你认为午餐时间需不需要跟同事一起吃午餐的呢? 是的,又想想一些的论点了 OK 第3组,你们是答第3条 你会不会跟同事做朋友的呢? OK 记住呢,这个问题是没有对错的 只有你自己的看法的而已 那所以呢,教授,没有不会跟同事做朋友 那么呢,你们自己呢,现在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组的了 我们是第2条吗? 诶,看看先,好,第1组,即是阿乔以南文达佩儀呢? 是答第2条,是的,正确,第2条题目 那你们自己拍第1条题目啦,或者我应该都会展示出来的 好了,第2组,韦豪加乔令辉子宴 你们要答的是第1条题目,即是你责不责成 上班、上班、上班 好了,第3条,善宜东平、祖恩、Ivan和晋慧 你们就要讲第3条题目啦 你们会不会跟同事做朋友的呢? OK 我想问,梁姑娘 请个 我想问,想什么讨论呢? 这样的 你们一会儿就是要 我现在呢 正常 很小 就是你们坐在一起就已经出题目给你们 不过我现在呢 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试 我会给一些小小时间你们自己去预备一下 一会儿呢,会分组进行的 那刚才就说,因为佳琪在12点就要吃饭 所以我就先给第2组 好吗? 那你们呢 现在不需要讨论 你们各自每人去预备一下 我会给5分钟大家 好吗? 自己去想一下一些论点 你贊成不贊成 或者你觉得是怎样的呢? 想起别人的 好吗? 好吗? 我可以给你们自己写下一些论点 但是当然啦 真正面试当然是不行 那所以呢 现在5分钟 11点45分呢 大家就一起回来 我们呢 就会开始 好吗? 好 梁姑娘 梁姑娘 在哪里? 你自己找张纸写下 嗯 过程 写点点 就行了 不用写整段文出来的 不用一千字作文 OK 5分钟时间 一会儿 一会儿 就开始 一起做一个小组讨论 那就看一些题目了 Ivan 你明白这个题目 是吗? 我明白了一点点 OK 你会 就会 有点个小组论 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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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钟 三分钟 大姑娘 什么样呢? 你會不會和同事做朋友嗎? 是你呀!你會不會?你上班的時候 他不是做朋友嗎? 他不是做朋友 阿琳琳 阿琳琳 Ivan 你說什麼? 是第二組 是不是第一組 第一組 你認為午餐時間需要和同事一起吃午餐嗎? 要 是呀!自己收拾箱子 偉豪你知不知道你要回答哪一組 你是否贊成上班穿著制服嗎? 正確! 你自己贊成或者不贊成 自己想想為什麼 待會要分享給你其他的隊友 其他的面試者聽 梁姑娘 請說 請說 你以為五次時間需要和同事一起吃午餐嗎? 是呀! 那你自己回答吧! 不是問我 是問你自己 我以為同朋友一起 我自己做不用說話 是呀! 讓大家自己做 到這樣子 阿琳琳 很好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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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回來 啊! 他 雷哥,我以為1點鐘是午餐,因為我和同事在吃飯 你現在說一會兒說 其實我覺得很個別化 對呀,所以你們有自己的臨殺 不可能我寫好了 哇,還有其他 我寫好了 寫好了自己 你去面試的時候 會不會寫好在這裡大叫 不會的 我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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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全部人都寫了 我寫不得 因為我不寫 你能不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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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 你能不能寫 你能不能寫 我不是想死,但是 你可以寫英文的 是不是全部人都搞定? 是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了,那現在首先就是第一組的 你們要想像自己是面試,所以當然你面試的時候 你要看鏡頭,看鏡頭就是看著對方 那你們要看其他人 而其他人坐在那裡不是吃花生 不是在那裡看戲,你們要留意 那一組的組員有誰表現得最好 還有為什麼,又有哪一些組員 你們覺得有些事情覺得他需要改善 那你們一會兒可以說出來 好嗎? 好了,第一組是阿橋,以南,文達和佩儀 好了,那我就是那個主考官 好了,以南,文達,佩儀,阿橋是不是準備好了? 姑娘,姑娘,姑娘 第二組,好了,第二組就是阿偉雄,佳橋,寧輝,梓燕 OK,好,你們準備好了,是不是? 那你們呢? 好了,那我要開大播鏡頭,看回你們先 好了,那你們的題目呢,就是第一條 是吧? 好了,你們認為呢? 好,幾位申請人,你們好 歡迎你們今天來到我們公司呢 進行這個面試的 那首先呢,都想呢 請你們自我介紹一下自己的名字 給對方認識一下先 那我今天呢 是今天負責的 這裡的同事,我姓梁的 那我是屬於HR部門的 那不如你們都互相介紹一下自己的名字 給大家認識一下 好,這個沒有呢 反應而已 開始了的了,面試 有誰在這裡?面試那個 家喬、韋豪、寧輝、梓燕 好,那你們自己互相介紹一下 給大家認識一下 我叫Annie 我今年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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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贊成上班圈制服 我還沒問你問題 現在介紹自己 OK Annie你介紹完了 還有其他朋友呢? 你好 我叫張令輝 我今年18歲 OK 你好,令輝 我是何主 我今年24歲 你好,何先生 好像還有一位 是嗎? 對呀 他還沒有 我是還有一位 你不是這一組的 你不是這一組的 是 威豪啊,你還沒介紹自己嗎? 我叫我羅威豪 好 初步認識了幾位 不如今天有個題目想讓大家討論一下 我在佳智蓮中學畢業 我在商業協會實習的時間工作很開心 有姑娘阿sir的愛心指導 讓我工作很順利和很有信心 好 謝謝你 今天有個題目想問問大家 在午餐的時候是否需要和同事一起吃午餐呢 以下的時間我會交給你們 由你們自己去討論一下 咦 不是啊 我們的題目不是上班 不知道是否應該吃午餐 第二組嘛 他們是穿不穿西服的 你們是第二組的 我又亂了 你們贊不贊吃 上班的時候就穿制服 好了 時間交給大家 我贊成的 我贊成的 我贊成想穿制服 別人們要爭取表演 哦 我贊成 你贊成要想穿制服 因为好像小学生和中学生都穿制服 有团队之间的感觉 可以方便做事 不会有太多考虑 不会担心每日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教堂衣服 不会有太多人数 而导致自己向上发的心情 不会被同事取消 不会花太多金钱买大量衣服 可以自省时间 不少用心打扮 其他呢 其他的参加者 有没有一些的意见 刚才家桥就说了 很多一些他的想法 或者论点 其他的朋友 有没有觉得 这些都是你们赞成 或者不赞成的地方 什么时候 我会在这里 那我会在这里 我做的事情 对我会在这里 因为我会在这里 有什么事情 对我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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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都會想說一下你們的意見呢? 令輝和韋雄有沒有特別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我叫盧偉雄 我今年十九歲 我在中學畢業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問究竟你贊不贊成上班? 我贊成 我贊成上班 我今天來面試的 我今天很準時起床 我知道 好 那令輝呢? 令輝有沒有意見? 是否要大量做多些制服來作後備來購買呢? 其實制服是一個儀式 使我們又不能訓練到我們 如果穿了制服的話就會被人淺笑 怎樣淺笑他 就是我約了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就問 為何你會穿制服呢? 出來見我呢? 真的不太好 制服其實 其實 其實 其實穿制服 就訓練不了你的衣著 但是制服 你又會覺得 現在還有制服 覺得有一天了 你又忘了穿制服了 之後回到公司才發現 是不是太遲了? 好 那想問一下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呢? 嗯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呢 我們今天的面試呢 就到此為止 是的 好 但是我想問你覺得有什麼好笑呢? 嗯? 沒有覺得好笑呢? 就請你專心聽同學說的話 是的 而不是自己在後面笑了 是的 一會兒到你說話的時候呢 我也不希望同學會在這裏這樣笑的 OK 好了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可以給回第二組的同學 OK 嗯 首先 有沒有同學覺得哪一個的表現 如果你是面試官的時候 你都會考慮讓他去 可以讓他入圍呢? 嗯 在這一組人裏面 其實贊成那個應該是可以入圍的 姑娘我吃飯了 OK 好 謝謝 這個題目真的很難反駁 梁高 請說 嗯 飯人 第一組 現在不是在說第一組 現在是在說這一個問題 現在是在說這一個問題 大家剛才做了一個模擬面試 剛才有四位同學做模擬面試 你們覺得哪一個同學有機會入圍啊? 嗯 我覺得是令輝可以 Annie和令輝都可以 OK Annie和令輝都可以 很難反駁 為什麼會覺得Annie和令輝的表現 各位的面試官 你們都是其中一個面試官來的 為什麼會給她機會入圍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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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覺得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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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原因 不是 她說 贊成 或者反對 還有 是對提的 Annie和 給我感覺 她是主動的 因為她一開始 就會自己去說 那 當然 令輝說的答案 是 跟三個同學不同意見 但是 其實 面試官 不是去看你 究竟是 講正方 還是反方 而是看你怎麼表達 不過呢 有一個位置 令輝要留意的 就是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我都沒說 你知道什麼 你說來聽聽 應該說得太快 不是 是啊 有沒有同學覺得 令輝有什麼可以再好一點 可以說得慢一點 速度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但是 她給我的感覺 很硬 就是她好像是 給別人的感覺 是覺得 我覺得你們三個都是不對 這個是令輝一向的語氣來的 令輝要學習去改善 這件事情 我知道你內心 不是說真的要去 壞人 罵人 這樣的 但是我作為一個面試官 我聽到就覺得你說話的語氣很硬 就是覺得 我就不認同他們幾個了 他們呢 其實呢 穿制服有什麼好呢 有 一些很醜 很醜 很醜 但是其實她本身不是醜 但是她的語氣令人覺得她很醜 還有呢 她說一些的語氣 太負面了 你覺得穿制服 其實呢 那些時間 又不會節省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 又說什麼穿制服 又會被人恥笑 那這樣好像太誇張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可以呢 其實 是 是 還有呢 說話的語氣呢 要嘗試呢 不要那麼 要溫柔一點 記住 剛剛不是說的 其實這個題目 真的不太好 微笑地去 反 你 是不是 木呢 是面試那個出的 你不能說別人好 還是不好 別人出得給你 你就要去想 怎麼回答 所以呢 但是要抱著 嗯 沒有人叫你一定要做反方的 你做正方也可以的 是啊 那你不贊成沒有問題的 但是 你都要 溫柔一點去作答 那至於韋豪 韋豪你要聽清楚問題 人家問你什麼 你就回答什麼 還有呢 剛才有沒有留意到韋豪呢 有一件事 也是需要改善的 當他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怎麼樣的 他拿著電話來說 是嗎 你呢 不可以這樣的 你到時面試就不能看稿了 知道嗎 是啊 所以這個人呢 你要自己去記了 背了 就不要被人感覺好像讀書 是啊 Annie呢 剛才也是的 Annie呢 應該寫了很多個項目 其實他的項目有很多的 為什麼要穿制服 要有團嘴精神 又安靜忍齊 就是他講了很多很多的項目 但是呢 給人感覺就是 他好像背著書一樣 逐個項目讀出來 是啊 千萬不要給人感覺你是讀出來 是啊 你記住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是聊天的嘛 跟大家 是互動的嘛 我們很強調的一點是要互動的嘛 所以你們要表現得來呢 就是給人感覺 你們是真的大家互相去聽著對方的東西 然後再去發表自己的東西 好了 那子彥都很努力的 我看到子彥都會說 我呢都很贊成Annie說的東西 這一句其實挺好的 因為子彥去講第二個 子彥去講的時候 如果他就這樣說 其實呢 我都覺得對方是怎樣怎樣 你又不說去贊成別人 又不說去反對別人 那面試那個就會覺得 其實你有沒有聽別人說話的 你是不是只是自己說話的 那樣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子彥呢可以再想多些的原因 那其實呢 就會豐富了整個的 整個的對話 那 那 接下來那兩組呢 我想你們再試一下做多一點點 就是 那剛才我會做多一點點 因為你們可能第一次沒有試過 因為呢 理論上呢 做面試那個面試官呢 是不會出聲的 整個過程呢 有得你們 就有得你們 有得你們 有得你們 你們不說話就不說話 你們喜歡吵架就吵架 是的 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到時候就看你們的情況 那所以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記不記得我說 我今早有跟大家說過 喂 在那個面試過程 其實會看到大家有沒有領導才能 那你們可能就要有些人去幫忙 去可能令到個小組氣氛好些 又或者去邀請別人說話 而不是面試官去出聲咯 可不可以呀 嗯 好 那我們又試一下咯 現在 吸收了第一組的經驗之後呢 試一下 試一下呢 未來的組會是怎樣的咯 嗯 那這樣呢 我們跟著呢 就不如由第一組先咯 那第一組就是阿奇 以南文達和佩爾 你們要答的題呢 就是第二條 就是說你認為呢 午餐時間 需不需要跟同事去吃午餐呢 這樣 OK 好了 那 以下的時間呢 我就交給幾位了 嗯 謝謝姑娘 好 好 首先呢 就 當我是面試官啦 你們幾個圍住在這裡坐的了 已經 好 那請幾位呢 都介紹一下你們自己互相認識了先 那你們互相認識完之後呢 我就會有一條題目呢 去問大家 好了 那請我時間交給你們 你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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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那幾位都知道對方的名字了 那這條題目呢 我會交給大家的 那一會兒就請大家去討論一下吧 好,想問一下大家,認為我們在午餐的時候,即是吃飯時間 你們覺得需要和同事一起吃午餐呢? 好,時間交給大家 好,我們要看 好,我們要去吃 我就不欣赏了 我就不太認同文達的想法 其實Lunch break 放五線時間 其實要跟同事一起都很個人化、個別化的 因為其實要一起是有權選擇的 因為可以外賣、有堂食 甚至自己帶也可以的 因為我不太認同 謝謝客人 這是原因來的 這是論點來的 這是原因來的 不是性質來的 因為員工也是休息的時間 基本上高 我們先聽完後面的兩位說 我認為午餐時間不需要一起吃午餐 因為有些同事可能在做事 未必這些時間會一樣 那怎樣一起吃 然後 然後 倚南 你認不認為 要不需要吃午餐 提供同事 我認為需要吃午餐 為甚麼 因為我和同事一起吃飯 幫忙 魔手搬飯箱 魔手搬飯箱 幫忙叫外賣 謝謝 不要整天開箱 那大家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什麼特別說 沒什麼特別是不是 好,今天我們的面試就到這裡 好了,又來四位了 問答佩儀、以南和阿橋 你們這次又會被誰入圍呢? 我覺得佩儀 我有兩個,佩儀和阿橋 佩儀和阿橋 有沒有其他意見? 其他人呢? 有沒有其他意見? 祖欣呢? 沒什麼意見想不到 怎麼說 不是叫你去想哪一個 叫你去想哪一個可以入圍 不是想怎麼說 噢,阿橋 阿橋,OK 有朋友說祖欣 又有阿橋、佩儀 其實文達都說了很多點 為什麼文達不可以入圍呢? 為什麼文達不可以入圍呢? 文達可以得住,但是可能是 有沒有一些意見可以給同學? 他說話就不夠改革 不夠覆蓋性 他說話就不夠 是啊 他呢 你跟別人聊天是要看別人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雖然在視像 你都要看鏡頭 是不是? 當是在看別人的嘛 但是呢 我看到文達呢 嗯 其實他講很多重點 他有講出來的 吃飯呢 可以跟同事打好關係 有一些可以談談 一些生活的事情 我都很認同的 這樣 其實文達一開始 我看到他是很主動 就是第一個去講 這樣 但是呢 可惜的是 我看到他 雖然他講的話 是很有重點 但是我看到他整個過程 沒有望人 對人又好像沒有笑容 這些呢 都會很影響 作為一個面試官呢 去考慮給不給他入圍的因素 即使他講了很多重點出來 是啊 那 至於剛才同學呢 就說 我發現呢 阿橋和佩儀都有機會 這樣 又可不可以說多一點點 為什麼覺得他們有機會呢 因為他的論點說 要沒有 要說 同事 可以 嗯 嗯 是 阿佩儀 阿佩儀就 她 她 她講得很好 很入口 因為 那些平時的同事是有空 所以 噢 OK 是對提的 是對提的 好 那是對提的 不過呢 佩儀可以說多一點點的 如果人家問得你 你不應該一起吃飯 那就解決當然是有時間可以一起吃啦 但是呢 如果你說 啊 你可以說多一點點 就是說 因為大家未必同一個時間 那有時候可能呢 大家工作時間呢 可能會互相妨礙倒對方 這樣 然後呢 要人生多一點點 是啊 反過來 就是阿喬呢 他 都是說不贊成的 是的 不過呢 我看你心急了一點點 文達 你說完呢 你就已經說 其實我又不贊成啦 這樣 可以呢 慢慢等人家先說完 先到你說 是的 我們呢 記住現在呢 即使是辯論比賽啊 我們都要等人家說完才到自己說啦 何況你現在是面試 所以呢 不需要那麼心急 是的 聽完人家說完之後 你才去說你的意見 是的 但有一個位呢 我留意到呢 我見到呢 就是 可能你們在那裡 你和文達呢 有一些爭拗呢 那個爭拗點呢 是影響到你們兩個的分數的 是的 你在說什麼呢 你們就說 這個是一個論點 然後呢 文達就說 這個是一個意見 類似是這樣啦 那你們 這些位呢 是不需要爭拗的 是的 也都 不需要 不需要 在這些位置執著 是的 如果你去面試的時候 不要坐著前 如果你去面試的時候 不是 另一人說他的意見 如果在這些位置執著的時候 面試官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兩個 好像不需要在這些位置去澄清 不需要去浪費時間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們兩個都這麼執著的時候 將來你們的工作 我請了你們回來 可能就是為這些 雞毛蒜皮的事情 就會去爭拗一頓了 那我幹嘛要浪費時間 要讓員工去做這些事情 下次再等 這個位置 要想一想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喬做得好的地方 大家有沒有留意 喬做得好的地方 是關於 他怎樣去叫 以南和佩儀去說話的 剛才文大講完 就到阿喬 剛剛阿喬和佩儀一起開聲 阿喬就先說了 那之後阿喬講完 有邀請佩儀去說的 是不是阿佩儀? 他邀請了佩儀去說 是的 因為呢 阿佩儀沒有機會說 以南又好像不知道自己要說 阿喬就做了這個角色 就是說 那以南你呢 不如你又說一下 或者你介紹自己 或者你說一下些什麼 去嘗試去引導幫她去說的 最初以南好像答錯了題目 她就說 我覺得需要吃午餐 這樣 不關事的 那阿喬就會再說多一點 其實問你用不需要 覺得想要和同事一起吃 這樣 我見不到在這個過程 這件事很重要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我見不到有人會去笑阿爾南的 是的 大家嘗試去引導阿爾南 去說一些的答案出來 是的 這個很重要 在這個工作場所裏面 我們不是要去踩人 笑人 即使是你的競爭雙手都好 都需要有禮貌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好的 是的 和好都一起做好一點 是的 這些位置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慢慢再摸索多些 將來一定會有機會用到 所以其實佩儀呢 我覺得你再說多一點點你的項目呢 你如果可以再說多一點點的項目呢 然後呢 又可以去邀請其他人的時候呢 其實你入圍的機會都很大 可以嗎 嗯 好了 那我們來第三組 好 第三組就是最後一組 戰儀 東平 祖恩 Ivan 和俊維 好 你們的題目呢 應該就是第三條 你會不會跟同事做朋友呢 即是工作場所的人 是不是可以做到朋友呢 看看我們齊人味先 那我回來了 好啊 你這麼快就吃完飯了 對呀 吃完了 你吃三次而已 那你可以一起去看看 剛才都說多一句 Annie因為你走開了 剛才呢 我和你們那組做檢討的時候呢 你要留意一點的 其實你呢 想了很多個點 為什麼呢 要穿制服是很好的 不過呢 說的時候呢 不要像讀書那樣讀 哦 因為他可以有整體 因為他有團隊精神 千萬不要這樣讀出來 這樣別人就會覺得你好像笨書 這樣 太慢了 這樣 對呀 還有別人會覺得你好像笨書 OK 好了 這樣呢 俊維祖欣 東平 是的 Ivan 還有 還有 俊維祖欣 俊儀 俊儀 俊儀準備好是不是 好了 這樣呢 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又來這件事了 阿姑娘我眼就不在 你眼就不在 你眼就不在 你是不是請了隔 是啊 OK 你是那天已經傳給我請了隔 是不是 OK 知道 好 那我們開始了 好 各位五安你們好 歡迎來到我們找人笨公司 我就是今天的HR梁小姐 請大家呢 都互相介紹一下先 等你們互相介紹完之後呢 我會有條題目呢 給你們去互相分享一下的 好 那我時間交給你們 你好啊 梁小姐 我是劉祖欣 這次來 來見公面試的 那 我贊成 我還沒問你問題 現在是 摸著吧 先摸著吧 不要這麼心急 現在互相介紹 對了 祖欣介紹完了 好 你好 梁小姐 我是劉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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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祖欣 劉祖欣大聲一點 現在聽不到你說 其他人呢 好 好 梁小姐 嗯 嗯 嗯 解笑了 應該解笑了 只有兩個人而已 好大聲 嗯 非常大聲 嗯 非常大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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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介紹自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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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אל不要跟人家交給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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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ny �啊 嗯 很好 зд放極 hogy 嘿h 嗯 crim心 摹實 嗯 嗯 friends 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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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啊 還不玩了 還不玩了 進來不知道那個是不是電腦 還是WiFi問題 它好像是Slow Motion 這樣 是不是 不知道 我先回到 進來你自己介紹自己的名字 給大家認識 進來 對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的 我看到口在動 很多口 是不是開門 還有裝修聲說什麼 現在誰在家裡有些裝修聲 要不就調整音 是不是師姐那裡 沒有 沒有 是不是你那裡的師姐 可以了 他已經關掉了 OK了 中衛啊 你那裡是不是沒有聲音 你嘗嘗說話 我們聽不到你說話 是不是他在說話呢 不是 我覺得不是 他只有一個口 對 他只有一個口 對 聽不到你說話的 他開了什麼 對 我看到他開了咪 他沒有說話 不是 那我一邊繼續煮 好嗎 好 好 那 不如我又給大家一條題目 一起去討論 請問一下大家,你們覺得其實在一個工作場所裏面 是否需要跟同事做朋友呢? 我時間就交給你們了 我覺得跟同事做朋友是贊成的 因為同事是對著你很久 如果有些人不懂就能幫助你 你可以請教他 多個朋友也好,比多個敵人更好 這樣 我當大英 我記得我在唐智達 好像太多句話說什麼 善儀好像東平在說話 為什麼你又說東平又說的? 待會再說,善儀 我聽不到你的鏡頭,善儀 你可以打開鏡頭 好,東平你繼續 好,善儀 我只能看台見的一些表演 你看看能不能夠跟同事做朋友 嗯,嗯,嗯 嗯,嗯,嗯 善儀到你了 雖然我贊成他們兩個的說法 不過我都不贊成同事 就是太過好 因為 如果 如果 如果常常是太過好 會 說一些 不好的東西 對著 很難 很難 很留三十個賊目 善儀 之後到哪個案會 我以為覺得 做 要 要做同事的朋友 看看你的性格是怎樣 如果你的性格就是朋友 你就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做朋友 如果性格不好 就 看看 個人性格是怎樣 再說 沒有 還有 還有誰 那 喂 喂 沒有聲 我們聽不到聲音,你會不會叫阿sir幫你按一下,是否咪咪還沒開? 嗯,他其實開了一個 我見到他有說話的 聽不到韋韋說話 請問問阿sir,會不會 我先打詞給他 有沒有其他人有意見? 沒有意見,其實都可以,他們表達得不清晰 你是考官來的 你是其中一個考官 先讓他們說完 有人有其他意見? 我正說應該在處理他的耳機 好,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應該是沒有其他意見 應該是沒有其他意見 有沒有其他意見? 我就沒有了 好了,等下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啊,沒有啊 我正說,我正說 我正說 這個就是面試裏面有機會發生的情況 就是東平所說的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就很靠大家怎麼打完牆 因為在過程中 我發現 阿喬是其中一個面試官 好像他說話多過你們 他會幫你們說 阿俊衛你呢 不斷到下一個 這樣 這些情況 不應該會由主考官那裡說 應該是你們去邀請人的 說了好的先 這麼多位主考官 你們這次又會請誰 給誰入圍啊? 祖恩 嗯 佩儀會選祖恩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我覺得是Ivan 祖恩或者Ivan 還有沒有其他人啊? 嗯 你?你都沒有在這組 不是這組啊,Ena 我第一組 是啊,你不是這組 你不能入圍的 你不在這組 怎麼入圍啊? 祖恩呢,祖恩你覺得哪一個可以 在這個面試裡面 在這個面試裡面 祖恩 祖恩 你會選祖恩 是嗎? OK,文達呢? 文達你覺得呢? 啊? 沒有一個可以 OK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 嗯 好 查理呢? 查理呢? 剛才呢,剛剛 他們幾位面試 你覺得哪一個有機會 可以去第二次的面試啊? 你看完他們幾個 有祖恩 有祖恩 Ivan 還有 東平 適言和盡為 那你覺得 你覺得哪一個做得好 你覺得他可以第二次的面試啊? 你覺得祖恩是不是? OK 謝謝 好了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會見到呢 祖恩都是一個 比較主動的 會第一個去發表意見 或者去介紹自己的人 那這個呢 其實都會去吸引了 主考官呢 去留意他多些 是的 但是 你們又覺得 需要不需要每一次都要第一個搶答的 需要 是的 有時候有機會要表現自己 但是也都不需要每次第一個的 那但是呢 我覺得祖恩呢 其實是一個 講話的態度啦 禮貌啦 或者一些的內容上面呢 其實都說得不錯的 是的 那 其實呢 至於 其實呢 善兒講話也有一點點的 不過善兒有一點呢 很需要改善你們覺得是什麼 善兒 聽不清楚他講什麼 嗯 太細聲了 是啊 太細聲到呢 我是呢 要這樣去聽 是啊 但是都聽不到啊 那這個就已經很影響 你覺得細聲是反映著什麼 細聲反映著一個人的什麼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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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 即使你不是也好 但是細聲會被人感覺到 你膽小啦 害羞啦 害羞啦 沒有自信啦 是啊 即使你的內容 有一點點也好呢 人家都聽不清楚 是啊 那人家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其實都不 對自己說的話 沒有信心啦 那所以呢 善兒這個一定要練習大聲一點點 是啊 當然不是叫你大聲公 這樣喊到九條街都聽到啦 是啊 那些就叫草音啦 但是呢 但是呢 要有適當的大聲 是啊 這裡基本上同學呢 聲線呢 是足夠的 善兒呢 就太細聲 要大聲一點點 一條街都好禮的 是啊 是啊 讓人聽到你說什麼 起碼 是啊 是啊 我聽到一點點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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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婷呢 我看見冬婷呢 是很努力去說的 還有呢 冬婷有笑容的 大家看不見得到嗎 是啊 這個很重要 是啊 你會感覺到呢 他是會 願意去跟別人去接觸的 這件事情呢 在工作上很重要 是啊 這次我給的題目呢 不是要大家去議論 不是去辯論比賽 是想大家去 透過這個題目去表現到自己的一些性格、態度 或者對人的態度、其他人的態度 好了,Ivan,其實我也看到你是有自信的 不過又是有一點一定要改了 你們又覺得是什麼了? 我不知道 你覺得Ivan平時習慣說話會是怎樣的? 嗯 這個跟他中文有關的 是的,說說說會說英文吧 我只能說中文吧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你只能坐下 說不了 你是不是跟我說話? 你說什麼坐下話? 你再說一次 我只能說 Ivan 我只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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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要去一個英文的面試 可能我們那一刻都會說了中文 是不是? 但是如果 你將來 可能都要在香港面試 在香港工作的時候 真的要練習多一點 說一些的英文 我看到你很努力的 是中文嗎? 是 練習多一點的中文 是的 譬如你會說一下 你不懂得說性格 還是 你會說 個人性 所以 這些中英夾集 盡量避免 是的 不過我聽到你是很努力的 是的 所以 一路慢慢練 因為其實你從小到大都說英文 其實你突然間要轉 是困難 真的難一點 是的 不是難一點 是很困難 但是 我都看到你 其實 一個面試裡面 你都是說了兩三個英文 是的 也不是說很差的 不過你盡量不要夾集中英文 這樣 另外 還有 我們還沒聽到她說 現在我也想看看 有沒有機會可以聽到她說 是的 至於 祖恩 我想提到一點 就是 祖恩你不是會說 你剛才不是會說 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 要 一起吃午餐 或者怎樣成功 這樣 你可以聽到 說完 之後 你可以再邀請一下其他人 當 剛才 阿督琪說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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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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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就是說 如果有在 sandwiches ingt kind of sensile 我就要靠你們 因為 主考那個烈仁 是不會出聲的 是 剛才 maybe 阿 trial 做了一個 好像 打熱了 彈 Register allora 他說 說下一個,到底是誰 但是在真正面試的時候 是不會有人去出聲 到時大家就會很尷尬 整場就是很靜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有領導才能的人去幫忙 因為他們不夠膽子說下去 正確的,正確的 一來,其實自己都緊張的 所以會有擔心 不知道應該要說多少或者怎樣 所以都需要少少時間去學習 這次只是第一次而已 所以過程中當然有機會 有機會是會有些 咦,好像聽到俊惠的聲音了 拜拜,你是不是回來了? 試試說話 聽到 聽到嗎?姑娘 聽到,謝謝你 嗨 但是我也想你嘗試說 剛才說 我們又看看給一些意見盡為 當阿俊惠和我們一起做這件事 你又覺得在上班的時間 需不需要認識同事做朋友的? 你嘗試說一下 為什麼? 我跟同意有些朋友 為什麼? 我跟同意有些朋友 為什麼? 嗯 你同意要認識一些朋友的 是不是? 是啊 嗯哼 OK 那你自己又覺得 如果是你上班的時候 你會去 譬如有沒有說做多少個月才去 把他們當成朋友 對 至少要兩個月之後遇到朋友 嗯,兩個月之後 是不是? OK 好 那 雖然剛才我們面試的時候 就不可以跟你一起一組 不過你都應該看到其他人的表現 以及其他人的情況 那希望我們之後 都有機會可以 就是大家再試一下 有這個 就是大家一起去討論的時間 可以嗎? 嗯 我想再試一下 聽到你說 因為我覺得第一次不行 可能第二次 嗯 可能第二次會好些 是吧? 但是當然 我們 如果可能下次一次 我又不會用這些方法 是吧? 可能有第二個方法 的小組面試 當然要有些新鮮感 以及有些新的東西 給大家 每次都一樣 當然 就不是叫做練習 那所以呢 記住 總括呢 都是那句 我先開個PowerPoint 其實我想給大家看幾件事情 剛才你們經歷過就是一個小組 去互相和大家說話 也都試過做一個 你做一個主考官的人 你們就想像一下 當你做主考官的時候 剛才你們就說 我們不是很明白其實 面試官這樣什麼 姑娘好像很深喔 現在你們會不會又覺得呢 明白多了一點點 當你做我的角色 你們去看其他同學 去看小組面試的時候 你們就會看到多一點 例如剛才 你們覺得善於說話 好像很小聲喔 那他就是 覺得他的性格 好像會不會很害羞啊 好像比較膽小喔 沒什麼信心喔 這些就是你們 作為面試才看到的東西 另外就是 例如 令輝 其實他講話很有主意的 不過呢 會給人感覺 是感覺 不是說你是的 令輝 給人感覺 他會像 好像很醜的樣子喔 是的 那些語氣 這些就是在一個 面試官的角度 你會看到的東西 平時 平時不會這樣的 是 這樣就大件事了 如果你平時 表現都很好 但是 但是你一 但是你一 這些吵架的題目 我就會這樣啊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你將來 一定有機會的 是嗎 即使說真的 你平時上課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意見跟你相反 你都會立刻變得硬斑斑的 這些呢 這些位置 你要提自己了 因為將來你面試呢 都有機會會是這樣 甚至乎 可能即使單對單 可能 那個主考官 不認同你的意見 你又硬斑斑的跟他說 那就是等於自殺 等於自殺 等於自殺 你們覺得在剛才說話的過程裏面 怎樣看到一個人有沒有分析 是說話上歌嗎 看看他說話上面有沒有點 是不是 講來講去都是那一點 我覺得 上班要穿制服 因為穿制服 整齊 然後第二句就是 整齊和整潔 第三就是 都是整齊 整齊和整潔 但是好像武術武器 是的 這個就是 這個究竟他有沒有分析 但是同一時間 你覺得他有沒有信心 他有沒有精神 有沒有自信 去告訴你 這些都是很重要 是的 所以 即使一條 完全看似跟你上班 沒有關係的問題 其實都會看到一個人很多的事情 是的 想事情的方法 究竟你是會怎樣思考的 特地出這些問題 真的沒有對錯的 即使你覺得吃午餐的時候 不應該跟同事吃飯的 你有很多故意想法的 可能你會說 我覺得其實同事之間都需要一些私人空間的 又或者我都考慮到同事可能 他很忙 未必有時間 又或者在這個 我又覺得其實一起吃飯都很好的 因為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大家的日常生活 這些就是你怎樣去看一條題目 怎樣去分析 怎樣去想事情 你自己個人 是的 所以一條題目這麼簡單都好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今天就是我想讓大家去透過這個面試的練習 不止一個選擇的方法 不止什麼 不止一個選擇的方法 你在說這個題目 是嗎 是的 絕對是的 所以這條題目不是要你們去拗贏 就叫做厲害或者差 是的 這條題目是沒有答案的 只不過是去表現到你們自己的情況 我最希望 不過這次的課堂就是沒有這個機會 我最希望大家可以回來 大家一起去練習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更多事情 因為現在只是看到頭 看到大家 因為在你們現場的時候 就會看到你們的坐姿 你們的動作 你們的手勢 你看到我 那隻姑娘 我可能 我現在又看不到你們有沒有在拗腳趾 還是你們很端正地坐在這裏 有沒有去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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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人說話 這些我們在群組討論 是很重要的事情來的 甚至普通討論 都要的 那麼期望日後 如果真的可以回來 以後再上其他的課堂 就可以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跟大家再練習多一點 去到這裏 什麼時候回來 我都不知道 這一個課堂 就應該一定不行的了 那之後那些期望 現在一直慢慢 慢慢下跌的時候 那個疫情又好 可能再增加上去 是啊 真的不知道 總之是希望好班的時候 總之 對 是啊 好來到這裏 大家